强度吧导致让队伍的整个管理层也很愿意相信他好这波提速拍手果然是提了 一样的嗯之前就说过嘛这一局情况基本上差不多其实甚至压力怎么样人多不多 要接啊外围有一个外围有一个 外围这个是完全不知情的看一下近点能不能拔掉 但是对方肯定在这一时间会压到近点来 哎呦这一波跑路直接跳到出动物上面直接穿掉了两个 哎呦别急别急稍微有点着急啊 对方已经来近点了 还有另外一队T5也过来了 间接不准备要这个地方了 哎他车卡住了 哎呦那车卡住了 好兄弟啊哎呦哎呦哎呦但是被T5拿了 哇T5这一贴过来 跑得好快 T5选择回来了 但是有一个手加的PP来了 PP来的话只有一个人来 对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上头啊 T5其实选择手加的方式还是OK的 没错 因为这方毕竟在防区嘛 要拖时间 双方各种互换 点位不能放 有雷吗兄弟有雷 队友给个闪自己认个雷 倒就直接给上 直接炸开花啊 这T5奔着单身几分第一打的 OK 然后帅哥队来了 滑车直接滑右边的大仓 这么刺激吗 滑了半天 呃很难受 Sofia 这队友三个都倒了 要扶一手 还好他这个第一时间打掉一个的话 给了自己扶人的空间 他再打一个吗 哎呦 好激烈 上来一下 掉两个队 是 Sofia这里还能扶 可以扶去搜东西吗 但这把海边更空了 是的 就是 天霸的选择比上马其实更多的 是的 对枪这边Leo是把小组给放倒了 感觉现在Pero 这里没有响枪 要找机会打接机 来了 主动出击 听到你捏雷的一个声音了 先放到一个 黄森林好潇洒的一跳啊 对 打一个Nordia直接回 Bero又吃两边枪线 GXSQ都能打到他 主要是 SQ这个站位啊 早就已经做好准备 我要防 对想摸到圣山内部的队伍 没错 芒菜有队伍走落侧 SQ也没有选择着急去拿点啊 他就守在这上山 目前还可以啊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圈的走势 万一上山的话 就很舒服 因为工程上看到有空投 小左 抽掉一个 补一补补一波 不能在这里逗留了啊 Pero 先找位置吧 你们其他队也上来了 分让BGP拿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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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小左他要去跟自己的好朋友 见面了 再往山上走 这边CV的话也是把卢克直接给补了 嗯 其实Pero是会默认圣山一定有人的 所以他们 BGP要打他了呀 就一辆车没办法 那是 只能足够往东西 就 improved 能活就活吧 看这个一些 对 拿到最边缘区 他补了 一个侧座 看下 天把这里要往山上走 塗路之前 采了很多队伍 这里 埋了BGP 完了 FengH합니다 刚刚说到他 没打终来 这波PIO顶在正面 太难打了 BGP给PIO制造了一个侧身位 知道 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DG98 但是头顶上的PIO那个位置才是最大的威胁啊 就我感觉相装武剑 意在PIO啊 早就布好了阵了 你面对的是BGP 在10秒钟之前 会觉得PIO是个正面强位 然后直接BGP 后面两台车给PIO制造了一个侧身位 他们就是在近点开车 直接吸引了TEN BUS所有人的注意力 对对对 然后PIO从侧身开墙 头顶上还有一个帅哥队 帅哥队直接下来亲人了 打掉之后他也不再进一步 偷一个然后直接稍微再回缩一点 就压了这个位置 现在TEN BUS被两边又是夹着打 这个扫车的状态是OK的 差一枪 对方也是一丝血 所有的压力给到了 PIO这被打掉了 但是没雷了 这个距离红点啊 手感有点好的 但是现在近点压力还是很大 我感觉很迷茫啊 现在啥也不知道 被包着打了 就PIO现在就是 他从北边过来之后 他是完全没有信息的 说实话没有信息感觉也不敢往这底部去拉 有道理 你说去看什么呢 边上 对不对 那现在只剩下了黄一鸣 一个人 黄一鸣一个人 故障有点难鸣啊 出枪了 那 又掉头 找个位置趴着吧 现在哪个地方都跑不了的 因为主要这个圈形的话 你看圈偏中心一点的位置 基本上踩不了 对 堵了 那还是制造一些伤害 哇 这不好像把肾给拖死了 是的 圈的速度有点快 而且是四阶段的蓝圈伤害 这边拖住了帅哥队的话 反而对于SQ来说就很舒服 对 SQ是直接往前顶了 没错 蓝圈赶着坡下的人往上面去走 都是残血 Sofia直接被撂倒 嗯 Tigot一看 哇 SGD开心了 终于等到了啊 终于有客人过来了 接一勺 而且还是SGD 是 那不得狠狠 抽一抽 老队手了两只 对 对 你看嘛 信息位 就做信息位做的事情 感觉就还是太贪了 又不在白圈里面 对 对 又接不了你 他趴下的那个位置 其实还是 没有找到重心点 就头顶上 SQ往下面一看 就完全看到他的身位了 他站位忽略了头顶 对 哦 这边就等 等吧 现在黄英明就在这个位置 携带着圈边的战斗 嗯 然后自己能够多往前 混一个排名 或者是 去K点淘汰都可以 都是都是大转 对 有没有那种 一个淘汰等于两分 剧情 A的上把 单局也有九分呢 那得看Face能不能 结点队伍啊 因为其他队伍的话 也是会从这个边缘绕过来的 虽然 Pew不在了 啊 但是Pew的这种风格 还是延续下来了 不可能让对方贴近点的 我SKS打这个距离 真的很难说 有足够的把握 是的 主要他现在 黄英明很怕 右边头顶上的枪线 车要炸了 嗯 毫无反抗啊 这个位置 没有办法 点得777 T 这个位置 挂圈边的 被打掉了 有点亏啊 对于Entropique来说 GX 也是三男一车 挺到树后 哇 直接冲 这个角度抽爽了 嗯 烟一封 两个队友往前 啊 在不阵型了 但是GX 丢失了 Entropique的一个枪线 的这个信息啊 出枪了 QBE的出枪 眼里直接被放倒 他太想去把 今天的封全部拿下了 拿了下拉枪线 什么枪感有点不好呀 看一下 古斯塔夫 古斯塔夫 被听到了吗 没有 没有人听到他 没有人听到他 打一个 坏一个 可惜手里边没有伤害 已经投注我了 现在的话 Face依旧是处在一个 人数领成优势啊 放在烟雾里面 其实有点局限了 只要Face架 架出这个烟雾 应该没什么问题 可以服人 依旧是三人编制 对 但是同时也给得了SQ机会啊 SQ 腿过来的 时间上 只有闪 有闪还可以接受吧 但是后面的话 对枪没打过呀 手热不起来 哇 离谱 马上要灭掉费子了 古斯塔夫 没清掉 打一个 没问题 还是被逃中 好的 在对象的过程当中 Tekoten已经来到 近点了 打一个过点 没问题 然后以控对象 当掩帖 在反加下面的 因为两个人的位置 其实高点的队友 完全都掌握 掌死了的 其实这个就是SQ理想 嗯 靠谱哥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锁定最后一人QB的位置 嗯 那直接 三打一 开车怎么找人了 要移了呀 拉死了 哎呀 太局限了 哎呀 打一个 捕枪的兄弟在哪里 这个火还没烧到对手 圈来了 想看火逼走位 没逼出来 没问题 哎呀